歡迎收看林杰是劉子小潔 今天都會選擇是2023年10月19號 星期四晚上的10點半 今天要來講漫谷之旅的接續 旅遊時間是在10月... 10月幾號 我現在都要講旅遊時間 大概在10月13、14、15、16左右 這趟行程我是先去漫谷一天 再去巴達一天 再回漫谷一天 其實這個行程也是為了要配合 我原本第三個第四個晚上 理論上會遇到朋友 理論上會遇到朋友 結果後來好像有別的事情 所以後來就很怪 要不然我應該可能會是 帕太亞帕太亞然後一碗漫谷 因為我真的去漫谷很多次 總之不管 就是這個行程變成 漫谷帕太亞漫谷 其實我今天這一集要講的會是在 帕太亞這間飯店叫做 Anders帕太亞 它是一個度假存的形式 這一集比較不會細講飯店的內容 因為我不太記得了 因為其實這一趟我在到帕太亞的路上 我原本其實我是住在 我第一晚住在哪 Shit 第一晚住在Kenton 就在曼谷的清普頓 這也是我一間非常喜歡的飯店 它其實在非常非常市區的位置 從曼谷市區到 帕太亞的這間 安達市這間酒店的話 其實是一段距離 因為安達市這間飯店 它是在帕太亞市區的 在南邊一點點 它好像寫大概8公里 不太確定 總之就是要再往下開一點 這個距離大概是台北到彰化 我剛才特別去查了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遠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是其實那時候我就打開Grab 應該我們從頭故事講 因為如果我不順著講的話 我會完全忘記 我會完全忘記 我就第一晚上在Kenton的時候 我就嘗試了曼谷的草藥學 在曼谷這個草藥學之後 其實我以為我睡一覺之後就會醒來 但是我發現我真的醒 我已經可以完全的控制自己了 但是我有時候可能 每10分鐘可能還是有一分鐘在彌留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或者是這一分鐘過了好久這樣子 我等一下會講一些 我再把它也是有這種情況發生 然後我就想說糟糕 我現在如果這個狀況 如果我今天搭Grab 最奢侈的去搭Grab的話 我可能會暈車暈死 因為我沒有聽說 有人使用草藥學之後 然後搭了一個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塞車還要三個小時 加上如果你在曼谷 沒有事去暴塞的話 可能還會更久 所以你就想說 你今天要從台北搭車到三個小時 可能已經到台南了 可能沒那麼快 但是可能已經這樣彰化好了 暈鈴之類的 那你就想說 你這樣可以嗎 但是也沒有人嘗試過 也沒有聽說有人這樣 但是我也不得不去 因為我房間已經訂了 我unders已經訂了 沒有辦法說我就取消什麼的 要不然我一定會取消 那你已經沒辦法取消 想說好不好硬的頭皮去這樣 那就會集中 我原本最開始的方式 如果是清醒的狀態的話 我會先到他們有一個曼谷市區 比較偏東邊一點 有一個算是轉運站的感覺 我就想說台北那種轉運站 那你可以 當然全世界都 每個城市都轉運站 好 只是因為我坐在台北 所以我很多東西都講台北 其實不是因為我覺得只有台北有 是因為我對其他城市的現實真的很不熟 那就到這個滿漫口洞邊的一點轉運站 然後我就原本想說 那我就讓它grab過去 因為我要行李 我自己行李有一顆24寸的行李箱 那基本上那一顆就是20公斤 裡面一堆器材所以很重 那我不會想說我要這樣子慢慢搬 所以我希望最多轉一次到兩次就好 如果一次的方式就是我要先搭grab過去 那如果是先搭什麼他們的地鐵什麼空鐵 隨便那都非常非常麻煩 至少要再轉一次 然後曼谷很熱 那時候是大概30度左右 那時候台北大概是22度 已經開始要起秋了 但是在曼谷這邊還是非常的熱 當然沒有像以前那種聚熱那種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講 就是之前聽別人講 就是你只要從百貨出來 就覺得好像地獄之門打開那種感覺 但是這一次是比較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還是很熱 就是熱到我會穿吊稿在路上這樣子 那我其實不是很喜歡穿吊稿在路上的人 嗯對 好 然後我就假說那我的備案 我的原本主要就是 想說我就到轉運站去搭車 我還順便查好說 原來轉運站其實從這邊到帕泰亞 竟然只要100多塊 太豬太便宜了吧 我覺得要搭這個 今天真的太危險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會不會活得到轉運站 所以我就在金普頓樓下直接叫一台Grab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你知道我通常我都是這樣 就是想說我有點想搭Grab 但是我怕很貴 所以或是在台北搭Uber SEA 我想說我來看一下 就看那個價格 1400 我馬上按下去 我完全沒有想 我就按 當然我是沒有按比較貴的 因為Grab有什麼SUV什麼 Premium還是Black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會給你比較好車 但他們比較好的車是什麼Camry 就是比較好的車 那在台灣的話 尤其台北的話 常常我們叫Black的可能就是Lexus起跳 所以還是ES起跳 不是什麼IS 就是你就覺得說 在台北真的是 其實可以花小錢走得很Premium 但是在曼谷 如果你叫Grab的Premium 其實價格沒有那麼划算 因為我叫過 反正我就想說好就要電下去 然後我就上車了 那是一台小破車 真的有時候你真的要 如果你對於車子有研究 或者是你對於車子很挑的人 我建議你找到車子那一刻 你就看一下它的型號 然後你去Google一下這台車 是大車小車 還是轎車 還是休旅車 因為如果你是叫這種Just Grab的話 你真的很容易很容易會叫到奇怪的車 那就是像台灣 我不推銷我聽眾怎麼懂車 有什麼Honda Fit Honda Fit 那來的這台就叫做Honda Jazz 那Honda Jazz在台灣叫Honda Fit 它就這一台 這台車是很小一台車 這台車是很小一台車 它也讓我想到我之前來曼谷的時候 然後因為有用軟體認識當地人 然後就有載我去機場 你知道它的車是什麼 它這是Ford的Fiesta 福特的一台最小的車 可能有些人不太懂 沒關係我們再換個例子 Toyota的Yaris知道吧 Toyota的Prius還算大一點點的 它比Toyota的Iran的大小 Prius C再小 就是一台可能 它的CC數可能是1500左右的 你覺得它能夠 這個台車基本上就是你做 你會覺得很不穩 你會覺得 當然底盤不好 你會覺得說我今天被撞 我大概就要死了 但我那時候反正也沒有這種心思 我就想說 你當然可能跟那天內奏狀況有關 我想說這次就算了 我這次車板金薄一點也是無所謂這樣 當然現在我這次開玩笑 我只是覺得說 我要搭三個小時 然後搭這個最便宜的車 我真的快死掉 怎麼說 像我自己我們就多講一點 反正這次我就沒有想要設定什麼東西 我自己如果搭長程的話 我會希望大家是腳車 例如說 當然Lexus很好 但Lexus的這種休旅車 其實我覺得很晃 Toyota的休旅車我也覺得很晃 因為它架高 架高其實你在過完的時候 真的後座會被甩走 有時候我必須要吃雲車藥 因為我們自己家裡就是開高級的Toyota 所以我知道那個感覺 然後我就是也不能開太快 我本來就開得慢 然後就這樣 如果今天是一台比較低 所謂的禮貫比較好的車 或者是可能是福斯 可能是什麼賓士 可能是VNW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 其實它相對後座會比較穩 當然像是Lexus ES 它本身是轎車 這種比較大的豪華車 長度什麼五公車 這種車通常開起來也是蠻穩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休旅車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休旅車 但是其實休旅車 真的就是視野好 但真的坐起來不一定會比較舒服 我自己個人 如果今天要坐一個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我就會開始思考這件事情 那這一趟是兩個半小時 所以我看到那個時候 理論上我應該要馬上換車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叫什麼車 它來的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不是Honda最小的車嗎 這個不是剛拿到駕照人 然後媽媽會買二手車給他 然後就會買一個最便宜的嗎 買一個最便宜的韓國車 買一個最便宜的日本車 買一個最便宜的什麼車 這就是那種車這樣 然後會沒想太多 其實我不是說我很挑車 而是說我看得懂車 所以我知道這台車 坐起來坐感會怎麼樣 因為之前也花很久時間在研究車這樣 然後就覺得算了 就一千多你想怎麼樣 而且是坐了兩個半小時這樣 然後就坐上去 當然其實我整趟完全都沒有感覺 因為我整趟都在磨藥學的遺度裡面 磨藥學遺度裡面讓我就是 我突然在車上覺得眼睛很乾你知道嗎 眼睛很乾不是它冷氣開得很強 根本沒有開通 幾乎是沒有開空調 這個很奇怪在泰國 在曼康蒙Grab幾乎是很像沒有在開空調這樣 不像台北 台北就有時候很冷 然後有時候就頂多有點味道 但是泰國是有開嗎 或者是說怎麼又有味道 然後又好像沒有開空調 那你不好意思把它拉下來 因為你把窗戶拉下來 外面味道很可怕 那就想說有點難辦這樣 沒事這一台車目前都沒有 就有一點點不夠涼 那我眼睛就覺得很乾 我眼睛很乾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眼睛很乾是因為 我眼睛根本沒有砸過 我就是在廖草學的影響之後 我的眼睛就是一直睁著 然後我就坐在左後方 因為泰國右甲 就坐在左後方 然後就一直盯著外面的路 想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就看到司機一直在看我 那我也沒有 我看到他在看我 但是我也沒有理他 我就一直看 然後就覺得 眼睛好乾 然後眼睛就閉起來一下 然後閉起來一下之後 就覺得說這台車真的 不是 我先說我不是顯車 我不是真的對這種東西要求很高 是說你就可以感覺到說路感 哐哐哐哐 你就覺得靠搖 你會被震醒你知道嗎 你今天在坐一些車子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這台車很穩 例如說所謂路感 只是說他可能過了一個突起的東西 那你可以很明確感受到這個東西 那就是所謂就是路感很強 如果路感不強 像是這種Toyota Lexus 他都把這個都給減震掉了 或者是講好聽點減震了 講難聽點覺得路感差 你就比較不容易感受到 就是我真的在開車 你可能就會覺得這台車好軟的感覺 好像彈一彈好像就減震掉了這樣 當然這各有所好的 總之日系這兩家本來就是以舒適聞名的 但是他這台車 然後你就覺得說天啊 然後因為其實在台北 高分叫Uber都是Toyota 要不然就是Lexus 那我們自己家也是開這個系列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真的抖抖這樣子 當然其實沸騰 我也不知道 我也實在不知道 因為我身邊沒有人看這一台 我就想說我真的完全睡不了覺 我真的完全睡不了覺 那就原本想說躺著 閉眼睛休養一下 後來發現不行 這個太可怕 眼睛閉起來更可怕 進去想說 好那我就繼續盯著外面 然後偶爾用手機這樣子 那還好我從台北 欸不是 我從曼谷市區就金普頓到這個帕泰 就是到這安德斯這一間飯店 應該是兩個多角色 但詳細我忘記了 就其實是沒有到很卡的 那Grab其實還有一個壞處 就是他的過路費都會跟你收 這個蠻討厭的 就是我建議大家要小心一件 這件事情 那我就把回程一起講 我去程的時候 我去程就是從曼谷到帕泰亞 回程就是從帕泰亞到曼谷 對我都在Grab 等一下再說為什麼 我去程的時候他就說 那要這個highway fee 或者是他們常常會講highway fee 或toll fee T-O-L-L 就是裏兵的人員或是一樓人員 直接幫你翻譯 他就跟你講說過路費多少錢 這樣他用硬募跟你講 那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他們常常會亂報 例如說我回程的時候 他跟我報200Bud 200泰鎚 你把泰國的過路費想像成我們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小時候 我知道我聽眾都跟我差不多年紀 有些還比我更老 我們過國道的時候 是不是家人或司機或誰都會拿出一本 一張40塊的面額的票券 回溯票給他一張就結束 他們的價格大概就是這種 而且甚至還更低 有些25塊 有些15塊 有些30塊 有些40塊 有些50塊 大概就這樣 最貴大概是50塊 這是我所發現 如果我有講錯 請你跟我說 因為我就研究這頓研究很久 我想說 我來的時候 我去跑台上那一層的時候 他全部只跟我收150 我知道他有虛報 我知道他有虛報 但我覺得就算了 有時候你就覺得說 這小錢就隨便你 我大概知道說 你大概虛報的可能 20 30塊 或是40塊 隨便 隨便你 我就報 但是回程的時候 他跟我報一個 他跟我報一個200 200的時候 而且他每一次過的時候都跟我要一次 你知道嗎 他每一次的時候都跟我要一次 但去程不一樣 理論上Grab如果他有這些投費 或什麼 highway費的話 他如果要跟你要的話 他可能要在app裡面直接輸入 輸入說150這樣 就是你下車之前 然後他輸入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不好的方式是 他會直接跟你搖現金 他會直接跟你搖現金 那我直接跳到回程 我回程是從Anders上車 Anders一個很明顯就是一個非常貴的飯店 就是一個低能的人都知道 金普頓都還好 因為金普頓就是一個很棒的區域 但是 我覺得Anders等級再高一點 反正我回程的時候他就跟我要200 然後我就不理他 因為我知道理論上不能給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小心一點 即使他可以給 我也希望他直接在Grab的app裡面直接點 因為這樣子我刷卡回饋會比較高 我給你現金我完全沒有回饋 而且我換太多的時間 可能還是過去美金比較差的時間 所以我想說完全不和善 所以我就不理他 我就裝作我聽不懂 我就裝作我聽不懂 然後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 200 bucks 200 bucks 我想說那OK 我就跟他講英文說 那你就把它寄在app裡面 他完全聽不懂 我不確定他也是故意聽不懂還是怎樣 然後他就再跟我講一次 再跟我講 那個時候已經快要到付費的地方 就是國道還是什麼道 就是他們要走過路費的地方 然後就一直很緊張 一直很大聲 突然就爆 我想說好吵 好吵 因為我回憶成我已經沒有那個效果 魔藥效果 我只覺得他很吵 然後他就一直講 我就跟他講 我就 因為我剛剛講英文他聽不懂 所以我就用app裡面 我就打英文 我就說 請你把它寄在app裡面 這樣 就是寄費寄在app裡面 因為我知道大部分人 其實很多人 就像打肚子的時候他們亂喊架 然後你打web的時候 他們會想嘗試給你收現金等等的 所以你打bought的時候 其實常常有遇到奇奇怪怪的狀態 總之我的所有概念就是 我不給你現金 在曼谷的就施行一個 我絕對不會給你現金 你不要吵 就除非小費 要不然我不會拿出現金 這樣你就沒有辦法跟我講說 這個我們現在有著什麼錢 這個多少錢 我完全不管 我這種完全不管你 因為如果你今天grab你給我多收錢 我就直接客訴你 比如說你今天跟我講說 今天過這個費 既然要400塊的話 你說我從跑代回來 我要400塊的過入費的話 我還不幫你客訴報 所以我就相信這個系統 所以我想說 沒關係你就到系統裡面報 我看你敢報多少錢 我先講過程 這個回憶程的過程上 就一直跟我講 我就不理他 我就打字給他 然後就去自己用手機打開 然後看那個 然後按翻譯 因為grab裡面都有自動 你就按一個鍵就翻譯 他就說 他就看到之後他就懂意思 然後他就遁了一下 他可能想說 怎麼會有人這樣跟我講話 但下一句就說 you have no money 講英文 我就跟他說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shit 因為那一趟 其實我身上帶蠻多 比較多現金 應該有5000泰銖吧 我大概有帶5000泰銖 那我所有的行李都在車上 我想說 shit 是不是要出事 很怪 因為我今天從一個under出來 你不太 這種人不太可能會沒有現金 這樣那我就只是擺明 就跟他講說我沒有現金 然後by the way 那一次我做副駕 我做泰銖 你有去做grab 然後做副駕 而且只有你跟司機兩個人 然後你做副駕嗎 原因是因為那台車 那台車來的時候是一個小貨車 很像你把它當很類似 比較大的發財車 當然發財車本身 他就只有兩座 但是那台車是有四座 但是四座它沒有一個後車廂 那後車廂就是像發車車一樣 就是一個框框這樣 那在飯店under的時候 我上車的時候 他並沒有給我 我就想說 那你就把行李箱直接放在後面 那個小發財車的後面這樣子 我想說這樣挺酷的 這個空空空空 對過來想說這台 我想說這個行李箱到 還沒有受過這種折磨 他可能被行情可能甩爆了 但是他還是沒有享受這種 做發財車的待遇 結果後來沒有 under跟司機最後 他們就把我行李放在後座 那也放在後座 所以我就沒辦法坐在後座 其實可以 但是他就問我說 那你還是你要坐前座 後來我就做的 事實上最初我決定 我就坐在前座 所以剛好時候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you have no money 全部都在前座發生 他就直接看著我說 你沒有錢嗎 這樣我說沒有 當然我就想說shit 我這邊有錢那邊有錢 因為我不可能 因為像我也會放一些錢 在我的右口袋裡面 就是一些小鈔票 就是我常常要給tips的時候 我不喜歡拿著我的包包打開 然後拿出一張可能20塊之類的 好一點翻臉或許會給到50 我不太喜歡這樣拿 我喜歡隨身帶一點點的小鈔 就是小費用的這樣 然後如果開心我就直接抽一張 我都不用看 最外面一張就是20 他們最小的比喻就是20 就是綠色這樣 我就抽完全不需要看 但是我就想說shit 我現在在 因為我是左駕 不是左駕 就是我做副駕 所以說泰國是右駕 所以我的右手邊的口袋 他基本上就會砍到這樣 然後我想說 如果他現在錢掉一張出來的話 是不是很危險 你知道我們坐車的時候 那個位置 那個姿勢其實很常會不小心的 可能會有什麼零錢掉出來 想說糟糕 但後來還是沒有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沒有錢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沙盤推演說 最慘可以怎麼樣呢 最慘就是我被抓去賣 沒有啦 就是可能被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這樣 然後我想說 好像也不會多慘這樣子 我就想說 那這樣我怎麼辦呢 如果我今天就發生這件狀況 我要怎麼辦 如果他把我再去一些奇怪的地方怎麼辦 我想說算了建造才糟吧 對因為我看我量他也不敢 我量他也不敢 我想說你現在也在抓你的位置 所以也沒什麼對不對 就是以前小時候那些奇怪的新聞看太多了這樣 然後自從Uber出來 Grab出來這種東西以後 我們就也不太怕說什麼坐計程車 然後會被別人抓去做些壞事或什麼的 這我覺得 其實這個雖然我們常說這種科技的發展帶來更多問題 但其實也莫名其妙解決很多問題 但我們都不會去覺得說他解決很多問題 現在我如果要叫車給小孩 或叫車給女生另外一半等等的 我都不會害怕 因為我就直接看到我的手機上 我很常幫我爸媽叫車 我就直接說車號是什麼你直接上車 他到了他就會叮就說到這樣子 就覺得很棒了 其實這種科技真的很讚 這樣確認就是貴一點 好不管 反正這個就是我叫了 我就回程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你有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 我就真的跟他說沒有錢 然後我就那最後我還是安然的到了這個 我第三天住的是Higher Regency 就還是要曼谷凱月這樣 好那就是來去一回很有趣 那我就想說回程的時候 我就想看他在這個Grab上面收費是多少錢 很有趣的是他回程的時候 他雖然沒有跟我要過路費 但是他也沒有在Grab上面按過路費 很有趣 很有趣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問題要問聽眾 請問一下各位曼谷不通 Grab上面應該說搭Grab的時候 這些過路費 highway的fee 請問應該是乘客要吸收 還是實際要吸收 好這個是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現金應該是不合法的吧 就是應該說現金是 理論上他應該在 如果要分合器這的話 是不是應該在手機上面按 而不是用現金 因為我自己的理解是 highway fee是乘客要出 但是不用付現金 好這是我的理解 但我的理解這樣的原因 其實我沒有 我們有一個很正確的一個知識 所以希望各位曼谷通來提點一下我 你私訊我或者是對這一集留言都可以 或五星留言都好 因為我在回程的時候我就想說 Shit不會是我的問題吧 該不會其實大家都要給現金吧 但是我自己就是貫徹一個 我就是沒有要給現金 因為現金太危險 現金就是沒有一個紀錄 我今天給你200 我今天給你400過路費 他沒有一個紀錄 我今天要找人討債的時候 對不對 雖然他也不是很多錢 但你就kimochi 北送 你一趟車才1000 回程比較貴 回了1500塊 然後我要給你400塊的fee 殺小 那也很好笑 其實回程的時候過了大概三個還是四個的這種 要繳過路費的地方 我就很仔細的看了一下他的所有的過路費 他說我過路費加起來是不到100塊 我想說到底是殺小 所以我也不太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我覺得我沒有給他錢是對的 然後他們烘台價格 他們也是烘台習慣了 那我不知道 我實在不知道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還是說他們有一些習俗 例如說我會被crypt抽三成 所以說我當然要喊多一點之類的 我不知道 我很好奇 因為我不希望我是一個四個觀光客 所以我特別想問這個問題 如果當地是都是會這樣子多三成 那我會願意給 那如果當地 就是我不會想要無聊去壓榨這種東西 就如果該給我會給 那如果就是他 如果跟我想的一樣 他就是消灘 那我覺得我這樣制裁他也是剛好而已 反正總之很有趣的是 去城的他有按 回城的他沒有按這個 他沒有再跟我額外charge這個 這個卡費 就是grab上面按卡費這樣子 好這個就也跟大家分享 分享完已經 我還沒想到飯店 已經有四分鐘要求 那反正去城回城車子 我老實說都 我沒有都沒有非常喜歡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對車子有一點點 跟我一樣就是有點龜毛 或者是有時候你坐上去 你就是要坐兩個小時 勝不如死的話 你真的是可以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稍微google一下他們車 因為老實說 泰國的車真的 有些很好 有些很差 就是上下線很大 台北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水準 但沒有 泰國沒有 好那就這樣 那其實回城 因為Anders本身的地理位置 他離次去有點距離 所以他好像也有交通車 所謂交通車可能是從Anders的 比較可能還要走一段路 然後也是一樣達到市區 但他達到市區 也最近應該也是只能達到 我剛剛去城的時候 說的那一個轉運站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 其實他們真的是 做這種交通超便宜 真的是超便宜 所以真的深刻 好像想想看 如果今天從台北要做 不要我們就直接說 1500可以坐到哪邊 我直接告訴你 我從我家如果要做Uber 如果要做到1500的話 我只能做到機場而已 可以做到機場再多一點點 像我台北 台就從我家到機場 就是大概1200到1500左右 那這樣幾公里 這樣應該是60公里左右 但是剛剛那一段路 大概是200公里左右 所以真的很便宜 那我還是叫比較貴的Grab 如果你今天叫Bose的話 就會更便宜 但我建議你提早叫 因為這麼長程的 有些會聚在 有些看一看 然後就覺得不想來 那還有一個就是 Anders在這個位置比較怪 它其實有一點點偏 它跟萬利都是在一個 比較偏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搭車的話 建議你提到10分鐘叫 我給你一個參考 就是我要離開Unders的時候 其實我在Unders的大廳等了30分鐘 我那30分鐘怎麼做 我告訴大家 我就想說 我通常都check out的時候 我就叫車 因為check out其實過程很快 然後我就叫車 叫車想說三分鐘 OK 然後就結一結帳 結完帳之後發現 換了一台車 就不接單 還是怎樣 就換了一台車 然後就6分鐘 然後6分鐘 好 OK 過一段時間 我發現車子沒有動 在Grab上面 然後我就想說殺小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沒辦法去 請你幫我砍單 我就最討厭這種人 憑什麼叫我砍單 我就回家說 我在台北Uber也是這樣 你要叫我砍單 沒有 你砍 我就跟你好 就是很惡質的客戶 沒有 我要讓大家 我要讓系統知道 你在選客人 而且我又不是一個 什麼劣質的客人 我不是說什麼 只有兩顆星什麼東西的 對不對 那你憑怎麼選 你在接單的時候 你就看到說 這是中距離 長距離短距離的 你在那邊積極 不知道該什麼 去曼谷 不要 那你要去哪裡 我今天如果搭車到 搭你車到華星 你會比較開心嗎 就是我不太懂 就是你自己知道說 你今天看到200公里 八成就是去那邊 你今天在台北市 看到一個 五六十公里的單 八成就是去桃園 對不對 要不然去基隆嗎 基隆也不會到 六七十公里 所以就是用點腦 然後你就想說 好 你要我取消 我就不取消 所以那個單 我就跟他鬥智鬥法 大概十分鐘 他取消之後 他在還沒取消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放棄 我就打開Bolt 就是另外一個 他們交出的軟體 一般來說 Bolt的報價比較便宜 Bolt的報價比較便宜 但是Bolt會有一個小問題 為什麼我不用Bolt的原因是 Bolt之前都是用現金交易 也就是你交完車之後 你在車內去用現金交易 這種比較落後國家 我剛剛在斟酌 要不要用這個字 但是我想不到更好詞 他們對錢就是 假如說今天是1350塊 如果你今天1400 給他 他可能就不找了 這種時有所聞 所以我自己在這邊 我都貫徹一個 就是我絕對不用現金 我絕對不會讓你看到現金 除非你要拿小費 就是我很討厭這種 你跟我討價還價的人 因為我不喜歡這樣 我很討厭吵架 或者是很討厭說要去砍架殺價 你跟我說1400 我不會跟你講錯什麼1200 然後你跟我說1350的話 我不會跟你砍說1100 但是如果我今天拿出1400 你跟我說 那就1400了 謝謝 那我就會很想親手把你掐死 反正我就很討厭這樣 之前Bolt是有所聞 但是最近Bolt有這個 已經可以綁支付了 已經可以綁信用卡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Bolt基本上會比較便宜 像這一趟的話 Bolt大概可以壓到1300 就回程 因為回程的時候 Grab大概在1500 然後Bolt在1300 所以也是大家可以交互者用 或者是選你喜歡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小資族 覺得Grab比較貴 那你就可以用Bolt 那我自己就是 就跟Fu Panda跟UberE 我最後還是用UberE那種感覺 就是整體服務跟整體的介面 我比較喜歡這樣 那不管這個就是無所謂 大家選什麼都是 我覺得這兩個都OK 都沒有問題 那我也都試過 好那反正我就是叫了這個10分鐘 我跟他鬥智鬥法之後 我就打開Bolt 叫一台 然後Bolt這邊 給我一台 跟我說要15分鐘 我就說要死喔 真的是要死喔 那Anders這個位置 它是在一個真的很比較偏的地方 那這邊其實只有Anders一間 跟在附近有一間萬里 但是這個所謂的附近 大概是兩公里外 那也就是說 其實這邊就是一個 完全是人造起來的廢話 當然就是一個人造度假村 但當然建築物什麼植物什麼都是有一種 就是一定是要人把它弄起來的 那也就會有一些蟲 會有一些什麼東西 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特別享受在很多很多很叢林的地方 因為我很不喜歡蟲 很不喜歡蟲 小蟲蟲什麼都不喜歡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都很喜歡打野炮 就是莫名其妙 有夠髒 好不管 就是覺得 唉這個我又要再等15分鐘 我要許我不行 然後反正後來幹什麼 後來看一下這個Grab Grab終於那個傢伙終於跟我鬥志的法取消了 然後我就再叫一台 唉跳出來7分鐘 好像7分鐘OK 結果後來這個7分鐘這台車又沒有在動 你知道我是一個很沒有耐性的人 你知道嗎 我是希望我一下樓就會看到我的車在那邊 要嘛我等你1分鐘 要嘛我等你等我1分鐘 我通常都不會超過 就是凡是認識的人都知道 我對時間抓得非常非常的緊 非常非常的準 就是我跟你講幾分就是幾分 就是這樣 然後我約你時間我可能會約一個 下午4點52分會到 那大概就是可能我的Google地圖上面 顯示什麼4點50分 然後我就說Google兩分鐘的緩衝時間 然後甚至是這段時間 那這條路我走很多次 所以我知道大概會塞車不會塞車 這時間大概如何 就以我的經驗告訴你說 我大概7點到 我就是會抓這麼準的人 所以你今天媽的7分鐘 就那7分鐘一直不會動 我就覺得很煩躁 那麼就是煩死了 然後結果反正這樣前前後後 我就是叫了Grab 叫了Boat 甚至我有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兩台各叫一台 然後後來再取消一台 我知道這樣很北藍 但是我也沒辦法 想說真的受不了 因為有些就愛來不來的 有些就是卡在一個路口卡10分鐘 我想說這邊就真的是沒有什麼車 你到底怎麼會卡10分鐘 有些是他根本就不知道Unders要怎麼走 地圖上其實你用Google導航 就是只有那條路可以走 但是總之有些司機可以走到一些小巷子 走到一些小巷你就不會到 因為其實這一條路就是只有一條大路 然後你要左轉Unders 左轉或右轉進Unders 這一條巷子這樣子 那就很多智障會迷路 就是那種智障迷路的 他們就會迷路完之後就會自己取消單 我的快氣死 反正今天後我等了半個小時 我沒有no joke 就是讓別人就問我說 你怎麼又回來了 沒有他沒有這樣問 但是他就想說 需要幫你寫入什麼嗎 我就說我在等Grab 然後再等車這樣 我原本就等半個小時 總之在這邊 這個位置如果你住之前飯店的話 你叫車可能要提早叫 當然不用到提早半個小時 這個是比較糟糕的情況 但我覺得你至少要提早10分鐘 因為我們在台北的時候 基本上我住的地方 跟我工作的地方都是3分鐘 你一定會有車 所以就是方便習慣 就是覺得自己被癢壞這樣子 然後我們叫車就講了33分鐘 這樣我們還要講飯店嗎 我想一下 還是要 因為我們飯店 我受魔藥學的影響 我完全沒有記得飯店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大概講一下 首先我對於Unders Pataya這間飯店 是非常推薦 其實我所有的 然後我所有的飯店開箱裡面 我真的我非常推薦的飯店 應該就像是曼谷博越 曼谷的金普頓跟現在斗兒這一間 但是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那兩間都是在城市當中 有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但是這一間它就完全是一個度假村的感覺 所謂度假村 就是基本上你也 你住在這邊的活動 就是在這一個飯店裡面 這一個區域裡面完成 什麼意思 就是你也不要走出去 最近的一個7-11 因為我問那個 我就走到門口想說 你受不了想要買獅子巾 結果我就問說 這個請問最近的7-11在哪邊 其實我已經查好了 我不是沒有查 然後就說 那有點距離 你要這樣出去 怎樣怎樣 我就說OK 那我其實已經做事我要走出去了 但我知道它其實有兩公里遠 我想說兩公里 因為在國外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常走路這樣 他就跟我說 走出去那一下 踩一步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介意你走路去 因為這邊的路 這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走 我想說 好 我想說那我叫Grab 我發現80塊 我想一下就算了 我只是為了要去買一個 可能15塊的獅子巾 結果我叫了80塊的 車子過去 80塊的車子回來 我就打開Grab的外送服務 也沒有這個點 算了 我就放棄了 我想說要獅子巾 我就毛巾這樣擦一擦 我是毛巾沾屍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會覺得身體有點黏黏的 我就下意識會很想用獅子巾 或者是拿一些這種面紙這樣 但沒有 反正我後來就沒有出去 總之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它獅子巾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如果你是有什麼東西 你要再 也就是說你想帶水 自己買水或自己買 自己買一些特別的飲料 自己買什麼酒 我都建議你先來之前就先買好 就先買好 例如說你跟我們一樣 是從市區進來的 你可以在市區先買好 如果你在機場過來的 因為從機場BKK那邊過來的話 也有接駁車 你可以在機場先買好一些簡單的飲料 這樣子 不是說這邊什麼東西都沒有 而是 這是度假存 所以東西一定會比較貴 但它也沒有貴到很無恥 但是獅子巾這種東西 這種地方是沒有賣的 這種地方是沒有賣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針主一下 那還有一個是這邊 因為都是這種植物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這種度假村 它主要賣點 當然還是在那片海灘 那片海灘 因為它有一邊是直接點通海灘 但它從這個入口一直到 入口這樣一直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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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海灘這個過程 然後其實基本上都是植栽 都是植物 而且都是熱帶植物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蚊蟲 那我會建議大家在來之前 然后可能要带个防蚊衣 但是我的这一间房间 它是有附一瓶小防蚊衣的 那那个小防蚊衣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每一间房间都有 因为它后来帮我升等到套房 那有时候基本房型跟套房 是不一定会有同样的被瓶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房间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你可以打电话跟他摇摇看 我觉得应该会给 我觉得这个等级应该没什么好不给的 那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防蚊衣这种东西 都买当地的就好 不要自己带 不要自己带 为什么 一定会问我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在每个地区 他们针对他们自己家 从他们有自己最厉害的配方 尤其东南亚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度 虽然那个味道不一定好闻 但是绝对有效 所以你自己带台湾过去 不一定那么的有效 我真的怎么说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日本的 用在台湾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台湾日本的 你带去东南亚 大家都说这样并不会比较好 所以你就要超商 超商有一个粉红盖的 粉红瓶的那个防蚊 赞 当然味道就是 就是我们小时候闻到那种防蚊的味道 这样 因为现在的防蚊都越来越趋向 比较没有味道 那当然这个就我见仁见识 因为我自己是不会不喜欢那个味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防蚊衣非常有效 那他们房间也有给 那就是你进来这间饭店之前 你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东西 你就说很想喝奶茶 我就是飞喝奶茶不可 你先买好 如果飞想一定要喝Red Bull 先买好 因为这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东西 那你就要跟我一样 就是想出去结果又好贵 这样 当然因为我是一个人入住 所以这80块的车 这样来回真的是有点讨厌 好那就进到这个饭店本身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间 它里面有三间主要的餐厅 然后餐厅是义室跟steakhouse 就是牛排馆 牛排馆 这个很有趣 跟一间泰式跟亚洲式的餐厅 那讲简单一点就是三间餐厅 那还有三个pool 三个pool 一个pool在沙滩旁边 那另外一个pool在中间 如果你的房间是Lagoon View的话 那你应该会看到那个 但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太好看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比较在门口附近的 那就是总共有三个pool 那我自己是觉得 应该只有在沙滩那个pool 是最值得去的 这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今天如果是带小孩的话 可能中间那个Lagoon View的 那个是不错 所以这个地方也同时很适合情侣 很适合家人一起去 但是不适合一个人去 因为你会觉得so pathetic 因为连那个虫子都比你多 好那反正 我这次注定的是最基本的房型 我用点数订 那这次订的房间 是用一万两千的higher points 就是higher的点数 那折合台币大概算是七千块台币左右 当晚的房价大概会在一万到一万一的态度左右 那我先讲结论 这个用点数定是超级划算 我觉得是超级 我不知道他忘记他category多少了 但是一千 应该是这样子算应该是四还是五吧 那我自己觉得非常划算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reason 他真的就是一个度假存 他真的就是一个度假存 那他里面的消费 我个人也觉得不会到非常非常的贵 当然他一盘早饭可能要300泰铢 当然你会觉得说很贵 我真的比顶太风还贵什么的 不要忘记他是在 他是在一个 凯越集团上面的一个顶级的品牌 Anders里面出了度假存 而且Anders也是第一间在泰国的展店 泰国第一间Anders就在这边 在跑他这个地方 而且我不太决定其他地方 有没有Anders的度假存 那我之前住过的像是 Anders的其他的poverty的话 就像东京Anders跟新加坡Anders 我自己都觉得这两间都各有一些缺点 都各有一些缺点 有些是可能是很贵 有些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么好的品牌 为什么没有一种行政九郎这样 或者是我不太知道Anders这个品牌 到底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好像各说各话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在泰国这一段期间 我就大概有点感受到Anders 想要表达的东西 但是我无法言喻 我无法把叙述出来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说 OK好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是在东京跟新加坡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就连他一间饭店里面的人体性 我都看不太懂 但是有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品位太差 所以我看不懂 总之这一间我就把它当作是一间非常非常不错的resource 而且价格是蛮合理的 然后当然你如果像跟我一样的Globalist 就是环球客入住的话 他帮我设定的套房 其实套房已经算是不错的房型 如果你想要加价或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看可不可以加价到海边的那一个 海边有几间房间是可以直接看到海景的 但是房间数非常的少 目测应该是在4到6间左右 但我实际上不确定这是目测 它基本上每一间房间都是像小木屋一样 像我们这一区它是我的房型被升到这个Wine King 什么什么suite 反正基本上就是一般房升到套房这样 那这一区的这个suite都是这种小木屋 那它不是说一个小木屋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suite 而是说一个小木屋里面大概有三个suite吧 还是四个suite 那就是有四个套房 所以本身来说房间算是蛮大的 房间的话其实 我忘记查那个 我忘记查它几瓶了 但anyways 我认为以度假来讲 它住的两到三个人都是 两个人是很舒服的 因为度假其实 你就房间要更大 更有开阔感 所以度假来说 你可能房间就不能太小 但是如果这间 两个人的话我是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那两大一小我也觉得很不错 那就两大两小就也可以 但是如果三大就有点 那想一下 总之这个它在suite里面还不算特别大 然后我自己对于说 今天我都住suite 那住个小木屋的状况 结果我还要跟 我隔壁还有另外一间 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分了两个 分了三四间的套房 我觉得我个人有点问号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点小问号 但是就算了 还是蛮酷的 因为像我住的那间是在二楼的小木屋 它那个小木屋就是分一楼跟二楼 那二楼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小木屋本身 就是你真的看你的天花本身是斜的 就是这种感觉 很像八老 就是斜的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房间里面 基本该给的备品都有 它两个蛮可爱的拖鞋 其实很一般的拖鞋 但是我带回来 其实度假算也是拖鞋 真的是比较有趣一点 那它的备品是 他们一个泰国的品牌 PKITTO的PEN什么东西 我忘记了 但我个人觉得算是好洗的 算是好洗的 虽然说味道 我觉得可能Harm比较好 但它整体洗起来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甚至你可以不用带备品 我是你可以不用带备品 但是我自己习惯的 我会带 我自己洗头发固定的东西 剩下的它当然有浴缸 有双槽的洗手台等等的 整体都 我觉得配置的非常不错 那毕竟是Suite 所以它有两个 它有两个厕所 它有两个厕所 那这个两个厕所 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很忙 所以我想说 这个Suite怎么会只有一个马桶 怎么会这么少 后来发现说我那天上的 我隔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说我那天上的全部都是 就是门口总结在左边那颗 所以就那天真的是有点猫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房间 我有看到一些评价 所以我还是要平衡报道一下 就是可能有些房间会有臭味 可能有些房间会有异音 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样 那我自己的情况是 某几盏灯打开来的时候 声音非常的吵 就会 这样子 可能要再更高一点才高八度 就是你会知道那种电流声或什么声音 这样 那如果你遇到这些问题 或遇到管线的臭味的话 请你立即换房 但这个几率不高 异音我是觉得就算 小木屋嘛 小木又不是 又不是水泥屋 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隔音就算 真的就算 但是如果有非常bother你的事情 就请你直接换房 直接去问一下 使用什么方式 那基本上在园内所有的这种交通 都是有 你可以走路 或者是它有那个buggy 就是高福有车吗 还是什么的 反正它就是可以把你从 这个饭店里面这样子 然后把你载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但我基本上只用了两次吧 基本上只用两次 就是入住的时候跟退房的时候 甚至小动走的 那就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就是真的从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整体来讲是蛮好走的 晚上也不会觉得说非常非常可怕 就是它基本照明都是做的 还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怕 你就自己手机照一照 我自己是绝对不会 没有问题 晚上走是绝对没有问题 我就晚上都还走到海边 你知道晚上海边是相对一片可怕 但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照明都还有 那他们当然也有bar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设施 但是我就没有仔细看 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 你这个pool跟你的井 还有房间 还有这个餐厅如何 这是我最在乎的 那我们就讲回餐厅的部分 那其实我第一天入住的时候 因为我还很晕 所以我就去随便吃了一间 就是那一间他们泰式跟 应该是泰式跟亚洲餐的那一间 还是中式 我也不太确定 反正就是里面就是有一些woke woke应该是炒饭吧 还是什么 那我就随便乱点 那我只能说 擦墙人意 这个擦墙人意 就觉得可以再更好 你懂那种感觉吗 他可以吃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 有点无入味吗 还是什么 这是蚝油放太少吗 就是你会觉得 乖乖的 少了一点什么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食物大概在75分左右 绝对是可以吃 绝对是可以吃 但是毕竟也是unders怎么会 不是说不好 就是你期待是90分 但是他来个75分 我说好了 也是不是不能吃 这样跟他这种感觉 那我就吃了这个 那steakhouse我是没有吃 牛排我是没有吃 我不会想在这种地方吃牛排 还有隔天的早餐 早餐的话 对不起 我觉得早餐不好 我觉得 我其实觉得这间早餐 这间早餐 比金 不能说比金普敦还难吃 这间早餐真的是没有到 他该有水准 那我不太确定说 度假村是不是水准 就是不能跟一些 城市里面高端的品牌去比 但是我觉得他的 他的东西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军月的那种等级 这样讲很怪 就是其实东西蛮多的 但是人也很多 他就是一个buffet形式 然后只会给你饮料 这样子 一样有蛋台面台 这种东西 但是一样 就是你就把它当凯飞屋吧 就是一个度假 就是这个在很远的地方的凯飞屋 那我自己是不觉得凯飞屋好吃 所以就这样 也是给大家一个几准比较 我觉得他没有到很好吃 他没有到很好吃 但他有一些特色 例如说他在这个 他有个可颂 他有这些面包台 然后那个面包那边 他我都点可颂 就是如果有可颂 我看起来就好像还不错 我就点一个 那热可颂的方式 不是用烤箱或什么的 他是有一个炉子 他有一个炉子 他就把这个 这个不是炉子 他就是在墙内有一个神秘的 对确实是如此 那个烤箱是香在墙壁里面 所以他就拿一个很长的那种铁夹 把可颂夹进去 然后放在那上面烤 如果你有去过高雄精英的话 就是长得像高雄精英那样子 就是放进去烤 烤一烤 拿出来 但是吃起来完全不像是有烤过的 吃起来就想到说 刚刚那台机器只是一个好看的 所以有可能它本身 可颂本身就不是特别的有趣 因为理论上你可以用到这么好的一个机器去烤的话 它的那个感觉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那当然就是有可能它本质就没有很好 所以我最后可颂没有吃完 大概也是给大家参考 因为我可能对食物 有时候我真的要挑是很挑 但是有时候不挑就随便乱吃 那一天我就是随便乱吃这种 就是面拿一些什么的 东西种类还蛮多 它印度式也有 那泰式那种咖喱什么东西其实也都也有 这样 但是我不会跟你说它非常非常的好吃 它水果种的也很多 服务人也非常多 但是客人更多 它客人更多 应该9点还是9点半的时候去全满 记得我刚刚说这个 它有几间餐厅吗 它有这个 原本的这个叫什么 泰式跟中式的餐厅 另外一间是steakhouse steakhouse好像早上没有开 开会上当饭 当早餐的地方 那还有另外一间是 宣头王家 另外一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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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式跟 我查一下 意大利式 那就是再统整一下三间 一个是泰式跟中式的 泰式跟中式的 泰式跟一间steakhouse 叫做village butcher 再来一间是Italian 就是义式的叫做 我是直接念这个一定是念错 La Cusina 还有第四间叫做seafood grill 那seafood grill的话 它其实是在海边的 但是它不是 就是它理论上它也是一间餐厅 但是它就是有点 它那边在铺旁边 所以它有酒 有一些海鲜类的 但很可惜我没有去尝试这一间 那还有一个是lounge lounge的话就是有些简单的意思 大概是五到六间的餐厅 主要这个早餐就是在 意式跟泰式的这两间大餐厅里面去供应 它就是一个buffet形式 一字排开的一个buffet 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坐的位置很不幸的话 可能是在某间餐厅的角落的话 你要走很远去拿 有些我自己又是一个人去 我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我要拿着我的丹页 因为那次上午都戴了丹页 然后就拿丹页 然后就这样走过走走走走走走走 因为我不可能把丹页放在桌上 然后就去拿餐 所以我就拿到丹页 然后一碗拿的丹页 一手拿到丹页 一手拿到我的热面 然后就这样拿过来 超级痛苦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我们今天吃早餐 就也不要带什么太值钱的东西 大概就讲 因为我是工作需求 那再来就餐厅讲完了 破讲完了 其实他还有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什么栽菜的一些活动 跟一些我看不懂的活动 什么Wakru Martai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说 看起来是气功 是吗 还有一个family stretching 看来就是 一群人在草地上 做体操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Coconut Shell Race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就是踩着椰椰子 然后那边跑来跑去 反正他有一些活动 反正对驾村本来就是 希望你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然后在这边耗尽你的体力 让你非常非常满意 但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喜欢这种人 你就是给我食物 给我酒 给我 不要给我药草了 给我破 给我紧 这样就可以了 我就只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给我一个不错的房间 然后给我一个OK的床 不错的床 我要求也蛮高的 大概就这样 我是觉得这一间非常非常的值得住 我应该 我其实真的没有很仔细的体验在这间 但我觉得你来这边 尤其你是用点数兑换的 或者是你如果现金是订到一万块台币以下的话 这间蛮值得来住的 如果你是有globalist 有点数的 务必要找时间来慢慢看 因为这间个人是觉得蛮有特色的 而且他有把安大士这个品牌 在我心中的形象有点在拉回来 因为住完东京 东京其实好评非常的多 我说大家对于东京 安大士东京的好评非常的多 但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说他那间不好 而是说我觉得有点过于 当然东京那个位置 或者是东京什么样子 有一些不同的评判标准 但你说要我平常回房是有点困难的 新加坡的问题是在 新加坡的房价是我无法理解的房价 就跟台北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撑得起这么贵的房价 但是没关系 反正就跟我无有无关 我就不要再去就好了 那之前跑到下我就觉得 我以后我会考虑 如果飞曼谷不知道去哪边的话 我就一样再搭个车 然后就过来这边 度了一天假 然后就可能再换一间饭店 或是近市区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今天你在泰国 你可以去清迈 你可以去曼谷 你可以去华兴 你可以去巴达亚 你可以去苏美岛 其实真的 你飞泰国有非常非常多度假的选择 大家可以把这一间 也纳入一个考量 个人算是蛮满意的 但我其实真的没有很深入的去理解这一间 因为毕竟我是到了我醒来那一刻 我就是已经去check in 然后我入住 然后后来隔天我才发现说 我真的醒了 我是在巴达亚 出了一个晚上之后 我才发现我这个东西 所有的草药学的东西 我都总算是退掉 然后到隔天我才是完全 有完全这种身体控制能力 所以有点有点点可惜 那之后可能会再回去一次 然后顺便把隔壁的万利也住一下 因为其实原本万利跟安达斯 我是比较想住万利的 那个万利的整体感觉 是比较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想说 那就是好好用一下Goobus 这样就住安达斯 我觉得完全不后悔 那它的 它其实应该是今年2023年新开的饭店 所以它很新 它很新 那新的饭店就有需要调教的地方什么的 但我个人是觉得它 它目前来说是一间很不错的饭店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去哪边 刚好飞曼谷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一间 那这一集应该就先到这边告一段 这也是我们十月中曼谷的 魔药学之旅的最后一集 那如果你喜欢这系列 或者是你喜欢我们集数 一些什么东西 也可以再分享给你 觉得会喜欢的朋友 感谢最近流量上升 如果你想要听什么内容 或者想要我开箱什么饭店 其实也都可以跟我说 我就是会特别安排 我就觉得会比较有动力去住这些饭店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很懒惰 我想说那我就住我手心的几间就好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 不断不断的换饭店的人 但是如果你们告诉我 我就比较有动力 那就也感谢你听到这边 好那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见 拜拜